从130个人降到了三个人 中海现场就相当于一个躺着的大型机器人 形成了一系列的智能制造机器方案 为核钢数字发展赋能 天航百业指明了方向和实践路径 你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核钢数字的 表面缺陷检测系统 这个实验台你看你的速度现在是比较慢 但是其实在真实的工业场景中 它的速度是每公钟800米到1500米 这款板子就是我们核钢集团 给汽车板加建板供用的板材 这个是钢板 然后上面有一些个污点划痕 这样的缺陷其实对下一道工序 对我们汽车板和加建板都是致命的 通过我们自身研究的这个表面检测的系统 能够快速的识别上面的缺陷和划痕 为下一道工序和我们下游客户提供完整的 质量的保证和缺陷的识别 沈总 现在数字可以说是体现在咱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那核钢数字在工业领域是如何进行赋能的呢 核钢数字呢后知核钢实业 经过几年的发展的核钢数字 在工业的实践中我们积蓄了大量的新兴的数字技术 这些数字技术呢包括了一些物联网的技术 还有大数据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还有很多的在工业控制中的模型和算法 在企业的降品增效 在企业的提高生产效率 在企业的上下产量协同等各个方面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其实我们的生产现场呢就相当于一个躺着的大型机器人 生产效率呢得到了大范围的提高 比如我们在五阳做的废钢项目 然后呢通过人工智能机器视觉等一些新兴技术的应用呢 从130个人降到了三个人 另外一个呢从合规 从流程 还有从物流的效率上也得到大范围的提升 那今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啊 可以说是让企业落地新智生产力迈向高质量发展啊 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性的意义 那您对于决定当中最关注哪一部分或哪些内容 其中呢在有这么几条我感觉深有感触 首先第一条呢就是在健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 这一条上未来在规范在标准以及如何建立体系方面 核钢数字呢要高度重视 另外一个呢沿着国家的指导和政策的健全我们的工业互浪平台 健全我们的数字解决方案和在数据安全 还有在数据的一些规章制度方面进行完善 第二个呢又提到了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其实这点呢本身核钢数字呢就是核钢集团发展新制生产力的重要体现 目前呢核钢数字的核心产品呢是威瑟博工业互浪平台 这个平台呢其实就是我们把核钢集团多年的实践 在这个平台上和新兴技术进行融合 所打造的一款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在践行新制生产力方面我们也做出了我们的实践和表率 从原来立足合钢服务合北到现在的立足合钢服务合北 面向全国通过呢在全国的市场过程中呢 我们不断的为世界500强企业 为中国500强企业 为行业的头部 为专精特兴型企业服务 不断的把我们的数字技术推广出去 然后呢为各行各业 千行百业呢不能和提供帮助 最终实践和钢数字的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 那今年的三中全会当中呢 提到弘扬企业家精神 那您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如何自觉的当好改革实感家 带领和钢数字高质量发展呢 我们还是有较强的工业基因的 和钢数字要想快速高效的发展 还是要沉下心来 在底层的工业控制技术 在智能制造方面 不断积累我们的能力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励志为智能制造 为我们的企业的降能增效 为我们的环保节能 等贡献力量 合放数字呢 才能行稳和致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